农村老人,经长江,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道,挂在嘴边,意思就是说人到了七十三岁和八十四岁的时候是人生的两道坎,绝大部分人都很难迈过去,这名画到底是农村老人迷信,还是确有其事? 一,七十三岁和八十四岁的起源,自春秋百家争鸣开始,儒家学说就被中国人广为流传,也对中国人的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作为儒家的开创者和极大成者,孔子和孟子对后世的影响也是很深刻的,以至于两位圣人的去世年龄也被后人神化,认为是无法超越的年龄,那么孔子是活到了七十三岁, 孟子则是活到了八十四岁,其实在古代,人们的寿命是很短的,五十岁已经是很不容易的年龄了,所以像孔子孟子的年龄的确是比较长的,也就容易被后人所崇拜,但是古代的条件比较差,医疗跟不上,这样的年纪其实已经是属于高寿了,对比现在肯定就不算什么了,这句老话说的其实,更多的体现了 人们对长寿的渴望,有些俗语和老话,大多有夸张的成分在其中,我们需要辩证地看待,而不是照搬照用,这样就很容易出问题,其实对于现在的人来说,四十五岁属于一个长寿的转折点,尤其是对女性而言,是抗衰老的关键时期,需要多注意点,大家都知道 女性有更年期,是一个比较难熬的时期,会加速女性变老 至于具体是多少岁到来,很难说清楚 其实,更年期的出现,主要和女性绝经有关 女性自然绝经的时间就是在四十五至五十五岁 也就是说,女性预防更年期,主要是从四十五岁开始,需要着重注意到自己的身体健康,以及皮肤和身体保养,有助于延缓衰老 对健康长寿也是有好处的 在这个时期到来之前,女性的身体会出现很多明显的变化 自己要注意起来,首先就是会出现失眠,出汗多,做噩梦多等现象,影响到自己的睡眠质量 还会出现尿失禁,情绪波动大,脸上出现很多的痘痘斑点等等 这些都是在提醒你,更年期到来了,需要及时地进行保养 当然,也有的女性因为平时保养比较好,在更年期,这些身体不适都不会出现 这就很优秀了,继续保持有望长寿的 二,七十三岁,熬过八十四岁这两个坎 如果身上出现这两个特征,说明寿命已经不多了 很难撑过七十三岁,熬过八十四岁两个 看,年龄处于五十五至六十五岁的人,正处于人生中一段非常重要的时期 这个时期通常被认为是,后期成年期,或晚期成年期 此时,人们逐渐变老,身体机能逐渐下降,健康问题也随之出现 在这个时期,人们需要更加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 尤其是注意身上的两个特征 这两个特征分别是腰围超标和血压偏高 如果身上出现了这两个特征,很可能意味着自己的寿命已经不多了 然而,如果我们提前知道自己的寿命情况 就能帮助自己在心理上做好准备,更好地面对未来 因此,以下内容的主题是提醒五十五至六十五岁的人 要注意身上的这两个特征 从而能够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健康,延长自己的寿命 并在心理上做好准备 面对未来的挑战,腰围超标是指腰围超过了健康范围 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健康问题 然而,人们通常很少关注腰围超标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实际上,腰围超标会对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 如降低自尊心,引起焦虑、压力和抑郁等 除了对心理健康的影响,腰围超标还与寿命短的关系密切 大量研究表明,腰围超标会增加患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和某些癌症的风险,从而缩短寿命 因此,注意腰围超标对健康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 为了预防和改善腰围超标,我们需要从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入手 首先,需要保持适度的运动量,增强体质,控制体重 此外,我们还需要改善饮食习惯,控制摄入热量,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量 减少高热量、高脂肪、高糖分的食物摄入 此外,我们还可以从心理层面出发,建立积极、自信的心态 避免过度焦虑和压力 综上所述,55至65岁的人要注意腰围超标 从心理健康和寿命长短的角度考虑 采取适当的预防和改善方法 建立更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更积极 自信的心态,以保护自己的健康和延长寿命 血压偏高是指血液在动脉中的压力过高 这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健康问题 与腰围超标一样 人们通常很少关注血压偏高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实际上,血压偏高会对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 如引起焦虑、疲劳、头痛和失眠等 除了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血压偏高也会与寿命短的关系密切 大量研究表明 高血压是许多心血管疾病和中风的重要原因之一 也会加速衰老过程 从而缩短寿命 因此,注意血压偏高对健康的影响也是非常重要的 在心理层面上,我们也可以通过缓解压力和保持平静的心态来帮助控制血压 例如,学习放松技巧、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的社交关系等 都可以有效减轻压力和调整心态 三,如何度过两个坎 一,首先是心理方面 在得知自己寿命短暂的现实之后 人们可能会面临各种心理反应 例如恐惧、悲伤、无助等 这时,积极应对自己的心理状态 调整自己的态度非常重要 二,注意卫生 如果想要拥有健康的身体 在生活中的各个小细节都需要注意 特别是卫生方面 卫生做到位 才能有效地预防疾病的发生 随着年龄的增长 大多数老年人的体质会逐渐下降 而身体各项器官会逐渐衰退 免疫系统无法发挥它的正常功能 我们做到饭前饭后洗手 做好身体的清洁工作 要那么,疾病就会远离我们 因为在身上会附着着很多的细菌、病毒 而通过清洗就会消灭病毒 降低疾病的患病风险 三,养生意识的提高 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高 大家越来越重视到身体的重要性 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到养生道行列 逐渐意识到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才是拥有幸福生活的基础 正是因为有了养生意识的提高 所以大家都开始注重健康的生活习惯 四,充足的睡眠 养生知觉 当以睡眠为先 这是清代养生专家李渝曾经说过的 在人的一生当中 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睡眠中度过的 而我们一定要利用好的三分之一的时间 为身体储备能量 充足的睡眠时间 有利于身体各项器官的恢复和排毒工作 也是补充气血最好的方式 良好的睡眠质量 会让各项器官机能处于平衡的状态当中 有延缓衰老的功效 五,拥有平和的心态 笑口常开 从不发脾气的老年人 看起来要比同龄人更加年轻一点 无论是样貌 还是自身的精神状态 都会有明显的对比 情绪是影响身体健康的重要元素 若是每天处于抑郁、焦虑、暴躁的情绪状中 内分泌紊乱、激素减少 身体衰老速度会变快 六,坚持锻炼 众所周知 坚持锻炼是老年人养生最简单最便捷的方式 因为在运动过程中可以提高细胞的活性 加强身体的基础代谢功能 有利于毒素和垃圾废物的排出 运动可以提高老年人的身体状态 增强身体的免疫力 坚持锻炼反而会拥有健康的身体 对于这两个生命之侃 有些地方流行着一些习俗 如老人到了这个年纪时 晚辈会在老人这个生日到来前 买一条红鲤鱼让老人吃 意味着鲤鱼能 跳 老人吃了这样的红鲤鱼就能顺利的 跳 过了这道坎就会平安无事 现在很多老人都忌讳提到73 84这个年龄阶段 其实如果在生活中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 健康长寿可能不是问题 更不需要处于恐慌的心理状态当中 来迎接这两个年龄阶段 73 84 阎王不请自己去 说法有着迷信的一面 源自于古人对生命的敬畏和对寿命的认识有限 不过随着现代医学技术的进步 还有人们健康意识的提高 现在的人们的寿命已经大大延长 八九十岁甚至百岁老人并不显见 人们大可不必谈这两个年龄而色变了